现在我们看看李嘉诚的角色 我看到李嘉诚穿着戏服打着领带 李嘉诚看起来和江泽民有点像 长相还有点像 你们仔细看一下 李嘉诚和江泽民看起来有点像 看起来有点像 李嘉诚和江泽民看起来有点像 有点像 江泽民和李嘉诚有点像 有点像 我现在看到那个小镜子里面的江泽民和李嘉诚的像 都在镜子里面 你照我我照你 景象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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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字的极啊 叫适像图色 也就是说你从江泽民身上可以看到李嘉诚的影子 从李嘉诚的身上看到李嘉诚的影子 从江泽民身上看到李嘉诚的影子 从李嘉诚身上看到江泽民的影子 他们计 compris成了三宝台了 成了卵子三宝台了 成了卵子三宝台了 政权要财力 财力 要政权 政权要财力 lots andằng training 又谁得三宝台 又谁得三宝台 中共要找一些黑社会 黑社会要帮上红太阳 中共要找黑社会 黑社会要帮上红太阳 红太阳就是自称的共产党 共产党要找一些黑社会帮忙 黑社会要去共产党帮忙 这两个又搅到一块了 又搅到一块了 告诉你 在整个香港 或者也可以这样子 在华人期最大的黑社会就是李嘉诚的 最大的黑社会就是李嘉诚的 你不要以为把那个故事变成天花乱这样 那李嘉诚的纪典到 一个硬币掉到夏城到夏城去掏 这是满天安清晰变的故事 其实一安港币掉到夏城到天 叫李嘉诚去掏 他绝对不会去掏 他绝对不会去掏 这是他手下人干的事情 他手下人会把一万港币把他掏出来 但李嘉诚绝不会把他 自己亲自去掏 如果一万港币在夏城到天 什么时候李嘉诚会去把他掏出来 李嘉诚在十七岁之前 他会亲自趴下去 从夏城到天 满上来 李嘉诚从十八岁开始 再也没干活 这是出人的出活 他十八岁开始 就已经有领导能力了 就有领导能力 绝对不会自己亲手去干 黑社会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有领导能力 能管住的人家 为什么 以做工作的时候 管不住了自己会死掉 管不住了自己会死掉 被毒死 黑社会最大的能力 就是能够以做工作自己不死 以做工作自己会死 那个江的平呢 李有个本事 他可以帽子扣给人家 自己从来帽子 不会跑到自己头上来 他任何年代的政治斗争当中 他可以把帽子批发给人家 但自己的批发出去的帽子 绝对不会跑到自己头上来 刘少奇就给这个本事 刘少奇给人家扣了帽子 很快他帽子又回到自己头上了 很快把帽子扣到自己头上了 李鹏啊 他把帽子扣到人家头上 很快也是帽子扣到自己头上 只是李鹏他脚踝一点 很快把帽子拿着塞下来了 直接很快把帽子拿下来了 江人民的本事 他能够只管给人家扣帽子 帽子永远不会飞到他头上来 这就是黑社会也有这个特点 明白了吧 江人民和李嘉诚之间 就在互相静下 就是你在军事里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也就是说 江人民的每一个重大合策 对一个 都有李嘉诚的影子 都有李嘉诚的影子 江人民最大的参谋是谁 你们都不知道吧 江人民最大的参谋啊 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 而且李嘉诚醒了 对江人民说 你好好抓住你的权利吧 你的身子 我来带 这么好想啊 这么好想啊 你好好抓住正权 你抓住权利啊 你的身子 我来带 自己家乡 自己家乡 亲自来向江人民洗了的 话说的 咔嚓一下子 一大杯钱呢 已经汇过去了 你到了江之城呢 站不上了 然后江之城呢 在香港啊 生涯做了风生水器啊 他他只要在办公里 动动准皮子啊 钱就倒手了 动动准皮子 钱就倒手了 动动准皮子啊 就倒手了 李嘉诚 在17岁之前呢 还要靠自己的下水道理 去把他丢在下水道理 一万港币 还得把他漏上来啊 还得自己动动手啊 江人民的身子 连这个动手都不要动了 无论怎么说 李嘉诚呢 在17岁之前 还是靠自己去打拼了 但江人民的身子啊 什么年代都没有打拼了 钱呢 越换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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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换越多啊 金山银山金山那边的时候啊 目标太大的时候 人家还是看得见的 下次也看得见的 下次也看得见的 目标太大的时候啊 下次也看得见啊 你这么大的目标 你怎么能够都被 香港年轻公司定上了 你这么大的目标 你这么庞大的 商业集系 这么完善的金融机构 怎么可能看不到 支出马线呢 然后 然后 江人民的圣职啊 被 香港年轻公司 定上了 定上了 李嘉诚呢 他有很 很厉害的 那个 秀学 一立刻定上以后 他连忙 摆出自私一种自私来 赶紧 从 大陆 撤 资金跟人家都假象 我在大陆是没有根基的 我在大陆是没有根基的 这也是住个 既住个大陆的老百姓 他也住个香港 年轻公司看 你看 你看 我在香港 可以说是富豪了 在大陆 我也不是这么好混的 又有什么风水草动 我连忙撤 苏连忙从大陆撤了 金船突鞘 金船突鞘 为了保护江人民的身子 保护江人民的身子 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因为当年他跨下台阁 要戴上他的身子的 所以你这样才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个时刻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其实是他要让麦记看出来 我从北京没关系 你看 北京 你们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风险的事 我就从北京撤了 赶紧投资英国欺养 这一系列的动作叫调步李三纪 也叫金船突鞘 住个香港年轻公署 看看 这么一口一口 香港年轻公署 被他几十亿来一早一口 也看 也看疲惡了 也看疲惡了 因为毕竟李嘉诚有很强的反正部能力 这么一口一口 香港年轻公署只能就以静待观 再慢慢看形势的发展 静变 静万静变 看看形势的发展 正在看形势发展的时候 郭文贵爆料了 说李嘉诚怎么怎么样 行贵呢 江泽民了 又是那个叫张志豪的怎么样 来弄欺卖嘛 这一搞吧 限述就回上省边了 限述就回上省边了 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香港年轻公说 准备重选突击了呀 心血很灵敏的李嘉诚呢 他的关系网络已经知道了这个 知道了这个情况了呀 连强告诉我 连强告诉了什么 老太隆重的江泽民呢 江泽民呢 对其他已经没感觉了 但对权力还是很有感觉的 对他的江家 对利益还是有感觉的 尽管面门吃话以后 一排结合 就是你李嘉诚说黑社会 我做警察 来一个连败和 把香港年轻公司给推翻掉 这样 你就是香港的 还是南博邦 那么江江在中国大了还是南博邦 还是互相联手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 江泽民的身上可以看到李嘉诚的影子 李嘉诚的身上看到江泽民的影子 简直是进着你 你看我看你的特点了呀 然后几乎成了孪生兄弟了呀 哎呀 原来就这样呀 原来来东西班是这么一回事 好 再见